莫非定律 避开人生倒霉的20个坑 10分钟后 你要站上讲台演讲 台下黑压压 坐着数百位来自全国各个分公司的同事 作为公司财务部门的负责人 你需要向他们宣讲年度财务政策 你不确定你是否能说清楚其中的关键 你也不知道台下的听众会有什么反应 你开始认识 你开始心跳加快 手心冒汗 上一位演讲者说的内容 你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你想再去一趟洗手间 但是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站在学校文艺演出的舞台上 即将演奏钢琴曲的小姑娘 焦急地看着台下的人们 她的手心已经出汗了 手也有点颤抖 那首曲子 她已经练习了很多遍 非常娴熟 可这一刻 她却突然忘记了 该怎么弹奏 大脑一片空白 从半个月前 小姑娘就开始为这次表演做准备 她一直不断地练习自己的钢琴曲 一个人演奏的时候非常顺利 但是现在她什么都记不住了 简直就要哭出来了 至于结果 至于结果你猜到了 就是糟糕收场 上面所描述的场景 或许你并不陌生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一旦被他人的视线聚焦 心情也会紧张 而原本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时常被搞砸 所以莫非定律就说 有人旁观的时候 事情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一小姑娘演奏钢琴曲为例 我们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下 首先演奏乐器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涉及到人脑中几个区域的协调运作 小脑负责最基本的东西姿势是否正确 手指要放在什么地方 脑壳储存演奏技巧 海马体帮助找到新的演奏方法 运动与感觉区负责指导实际上的肌肉运动 荷叶皮质负责考虑演奏 在练习的时候 用于处理各个区域的协调时间 与处理其他的时间是一样长的 当他们完美配合的时候 演奏就会变得很流畅 似乎不需要动脑一般 然而旁观者的存在 却打断了这一切大脑中 各个区域产生的新想法 打乱了原本的镇定 这时 人就会被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所困扰 比如我的发型有没有乱 是否有人注意到我脸上的痘痘 我的裙子会不会突然坏掉 这些没必要的担心扰乱了演奏 与此同时 我们也会通过旁观者的表情 来判断自己的演奏水平 在练习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为这种 突如其来的干扰做准备 一旦变得害羞了 就失去了协调的能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其实想把事情做好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克服害羞的本质 让大脑重新恢复冷静 忘记那些旁观者的存在 比如可以到人多的地方练习 让大脑适应这种情况 这就好比经常爬山的人不会恐高 当你习惯性地把旁观者屏蔽掉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那么该如何克服过分紧张的情绪呢 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弄明白 应对紧张情绪的几种妙法 第一 充分的准备 好的准备是成功的一半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做好准备 可以通过反复排练 让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到更加充分 从而增强信心 消除内心的紧张情绪 第二 积极的心理暗示 人类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会产生某种特定的频率 而这种频率就好比杜鹃用于求爱的信号 蝙蝠用来探路的超声波 它会吸引同样的频率 引发共振 从而将我们思维活动中 所涉及的任何事物吸引到我们的面前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摒弃一切负面的思维活动 每天尽量想着正面的 我们所期待的事物 这样我们最终才能走向成功 同样 积极的心理暗示 能给职场表达者带来积极正面的心理能量 帮助你更加出色地发挥 第三 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尤其对事前的紧张来说更重要 我们以你需要和某一个人会面为例子 我们把和某人的会面当成一项工作来完成 去把它分成几个步骤来进行 比如考虑自己第一步和对方握手 第二步说些什么话 抱以一个微笑等等 我们把这件事情进行程序化地完成 工作 我们是有能力 因为我们目前在工作上有很好的能力 所以我们既然把它当作了一项工作 我们就有信心完成 我们把自己从一味的担心中转化出来 取更多的考虑和准备 此时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 这样我们的紧张的心理 也就会因为自己有备而感到了轻松 总之 紧张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紧张可以使我们感到了压力 如果紧张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还是帮助人战胜困难 摆脱危险 提高事情的成功率的一个重要情感 所以不要惧怕紧张 坦然面对 及时疏解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